哈喽大家好,我是熊猫君,今天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这些奇怪的新植物,畸形笑日葵,看上去像个歌手,可以前后两个方向发射阴浪攻击僵尸,闪光花,是个没有感情的植物可以无限生产大阳光,奇怪的小铲子,看上去在挖土却可以用来清理墓碑。 上天三叶草,坚果撑这个三叶扇,可以保护植物,不受篮球僵尸的偷袭与蹦极僵尸的骚扰。 气球炸弹,当僵尸触碰到气球时就会主动爆炸,对三成三范围内的僵尸造成毁灭性伤害。 冰冻增割,效果类似寒冰箍,爆炸的瞬间可对全屏范围内的僵尸造成减速与定身效果,并对其造成伤害。 超能磁力孤,看上去非常炫酷,能连续吸取僵尸的防具并释放十万伏特。 然而这仅仅是个偷效,并不能对僵尸造成伤害。 碳材金斩花,只能用来吸取金币与钻石而已。 火箭芦苇,能对全屏范围内的僵尸造成伤害。 火焰射手,能喷射大量火焰,攻击速度快,有效攻击范围为四格。 火焰小声的攻击方式有点滑稽,到僵尸靠近时会处于休眠状态。 毒溜菇,看上去像攻击性植物,实际上是个辅助性植物,可以改变僵尸前进的路线。 提灯燃,滑稽的向日葵提着一个路灯,能有效地驱除迷雾。 智慧全息坚果并不是个肉盾,只能用来生产大量阳光。